這個怎麼念? 生活數學家 好,這本是生活數學家 我們今天要教的是錢幣,知不知道? 對 來,黃寶晴 你看喔 這個哈利哥哥說啊 巧虎 我們來認識各種錢幣吧 巧虎就說 哇,有好多不一樣的錢幣喔 黃寶晴 你看 爸爸也找了一些真的錢幣過來了 沒有來嗎? 你看喔 這個啊 黃寶晴 這個 這個叫一塊錢 一塊錢 你知道為什麼它叫一塊錢嗎? 你看一塊錢的話 它後面有寫個一 後面有寫個一 它就是一塊錢 有沒有看到? 有寫個一 你看一元 它寫一元 這是一塊錢 那五塊錢是哪一個? 五塊錢是哪個? 找一下五塊錢在哪裡? 我說只要來買喔 它是五塊錢對不對? 好棒喔 那,黃寶晴 那爸爸考你 這個是幾塊錢? 十塊錢 十塊錢 那這個咧? 這個在上面沒有寫 這是幾塊錢? 零塊錢 這個是五十塊錢 你看 它上面有寫五十 有沒有看到? 它寫五十元 這個是五十塊錢 五十塊錢 嗯 那爸爸要問你喔 五十塊錢可以買的東西比較多呢? 還是一塊錢可以買的東西比較多? 五 五十 五十塊錢可以買的東西比較多對不對? 很棒喔 所以啊 所以下次你出門的時候如果媽媽要給你五塊錢你可以買東西嗎? 可以買,但是可以買東西很少 那如果媽媽要給你五十塊錢呢? 可以買的東西就比較多了,知不知道? 來,我把它教你喔 你看喔 一塊錢 一塊錢的正面是長這樣子 一個人頭 這個是一塊錢的正面 知不知道? 這個是一塊錢的正面 人頭 那一塊錢的反面就是這個 一元 錢幣都有分正面跟反面 知不知道? 那 黃寶琴 這個是五塊錢的正面 一個人頭 五塊錢的反面 十塊錢的正面 十塊錢的反面 所以你只要看看錢幣上面寫 數字寫多少 它就是幾塊錢喔 人頭 來,黃寶琴 黃寶琴,你去拿筆 快點,你去拿筆 然後你現在把五塊錢圈起來 把五塊錢圈起來 來,你去找五塊錢把它圈起來 這個嗎? 這裡 這邊 你把五塊錢圈起來 這裡 對 圈起來 你這個有打開嗎? 有齁 好,圈起來 好 那你把 還有啊,五塊錢很多 你要把全部的五塊錢都圈起來喔 對啦,那個是五塊錢的反面 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 還有 好,那你把十塊錢打勾 你在十塊錢上面打勾 十塊錢打勾 打勾 打勾 黃寶琴 打勾 打勾 好,都對了 那你把一塊錢給莎畫上三角形 三角形 三角形 一塊錢好 三角形 好,那你把一塊錢全部比出來給爸爸 好不好 你把他比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來 一塊錢有幾個 你數看看 好,那你把一塊錢總共幾個 你數給爸爸 快點,數看看有幾個一塊錢 一 來,全部數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很棒 十個一塊錢 那十個一塊錢是幾塊錢 十個一塊錢等於幾塊錢 黃寶琴 十個一塊錢等於十塊錢 知不知道 你看了 你就把他想 關起來門 好,關起來門 關起來門